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台湾的媒体产业的状况息息相关 他在这个脉络里面和很多人与时俱进 但是又跟别人有一点格格不落 所以在做黄花城的展览的时候 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 怎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创作者 他尝试在这些领域里面的一些轨迹 逐步地把它勾勒出来 黄花城他留下的实体的作品的数量非常的少 那我们最后只能够找到三张传统意义下 所谓的艺术品原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非常多的心力 去征集各式各样 他创作过的在印刷媒体 或者大众媒体里面 所留下的一些断剪产片 把黄花城当时的一个 时代限制 时代脉络 背景 还有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风气彰显出来 我们还能够去谈黄花城代表的战后的实验 战后的前卫是什么 把他的一个战斗位置凸显出来 也就是说在这个展览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主体是档案 在他生涯的晚期之中 他曾经有提到过说 他的作品是可以被仿作被重作的 至于说我们一般在展览里面看到比较醒目的这些 视觉性的作品 只是一个展览期间暂时性的作为他的概念的一个载体 未完成广化城的展览 或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复刻的时候 其实具有一个时代上面的意义 因为台湾从30年代 60年代直到80年代的一些艺术家来讲 他们其实透过这些报纸跟报刊杂志的一些复制的图像 复制品或是复刻 进而去连接他们跟西方之间的某种美学的落差 然后也去创造出在地的一种非常不同的一种美学经验 这里面去隔了一层东西 或说在地跟现代主义之间的某种碰撞 亚洲地区它并不是像欧美地区这样子 观念艺术能让人保持着某一种野放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一种我们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态度 在尊重黄华城原来的创作的理念的概念的一个精神下 重新的转译 重新的介入 重新的去想象 重新的去测量黄华城的意义 举个例子来说 在他1968年的黄郭书展里面 他曾经做过一个作品叫做《纪念母亲龙》 他当时是用许多不同来源的图像来源 全部服贴在一个画板的背面 所以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材质去输出这些影像 那我们在重制《纪念母亲》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留下来的档案因为是印刷品 有一些区块它就是黑色的暗调了 因为这黑色的部分就代表了 2020的我们跟1968年的这个作品之间的某一种时间的距离 以及我们重新去测量这个作品 在当下的意义的时候的一种落差 那这样的落差我们并不会去特别的掩饰它 我们反而要去彰显它 这就有点像苏玉贤他在拍他的先知的时候 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躯体 他们的一个时代的感受也不同了 启示录也好或是说共识精从里面也好 一直到《黄花城》这次来 我都觉得其实都有一种彻材人想要从这里面去提炼出 一种原作的回生 或者说某种原作的来世 是对于整个艺术史某种蒙太奇的想象 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空白跟空隙是 他们必须经过各种不同的对比 更多是强调说内在有各种不同的段列 跟这中间可能可以倒带往后往前的一个艺术史的形式 在《黄花城》过世之前 我们在他的留下来的手稿里面 曾经有找到一整绕的一个简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挪用到这一次《黄花城》画拍秋展的现场 把它放在一个我们找来的旧皮箱里面 随意散放着 它里面有一个好像在场又好像缺席的一个尴尬的一个感觉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黄花城》画拍秋展在60年代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重制出来 这里面会有一个辩证的关系 就是60年代的生活感到2020年变成所谓的生活风格 当时60年代这种劳动生活跟艺术之间界限的这一种 这一种挑战在今天是否能来有效 色彩人其实想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图像的细节 然后去发挥出当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注意到的 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种提醒 甚至是一种提炼的过程 在我脑海里面它其实更多是一个动态性的影响 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复制艺术家的竞赛 所以我觉得策展人的职务或策展人的创意 其实就是要去重新地去想象 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我们这时代里面他所构成的一个新的意义 在大剧点里面的这个舞台我们是把它重新设计成一个 我们这个展览对它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归纳以及告别 命名为是黄花城与张兆棠共同制作 而且是一个1996到2020年的一个持续性的作品 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最后的这个展览本身 会有一个两两对照的感觉 它好像仿佛慢慢的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 以黄花城为线索去开启多更多的支线 更多的支干 那我希望说这个展之后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 好像在研究60年代以降台湾战后发展的一个支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